氣勢磅礡的洩洪畫面曝光 海米颱風帶來豐沛雨量 十分水庫單日近帳千萬噸 進行調節性放水 也吸引遊客及民眾驟足為觀 受到凱米颱風影響 台灣地區部分水庫接近滿庫 那轉過去的話 目前正在進行調節性的放水 這個放水的畫面是相當的壯觀 那因為目前的話 它是以每秒300平方立方公尺來放水 收益最大的是台南烏山頭水庫 25號上午水位逼近9成5 石門水庫也超過8成 翡翠水庫則從6成3提升到7成1 凱米加持之下 風力發電突破220萬千瓦 占整體發電比例為7.4% 相當於一座河山廠的發電量 但受到颱風影響 集水區附近也傳出零星災情 北水處員工下班時遇到落石 車子爆胎 靠著警察幫忙才順利脫困 看到石頭之後就旁邊比較脆弱 遇到落石 凱米發威缺水缺電問題 一次解決 TV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今天下載TV